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非常著名的国产大模型啊 叫Deep Seek V3 Deep Seek呢叫深度探索啊 那这个模型呢可以说发布之初呢 整个的这个新闻就席卷了整个互联网 那为什么它会如此劲爆呢 其实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有实力 第二个有绯闻啊 像一个明星一样 既有实力也有绯闻 所以说呢这个Deep Seek V3呢 瞬间就变得名声大噪 让我们先从哪讲起呢 先从它的这个绯闻讲起啊 大家看到这是推特上的一个报道 说中国95后才女啊 只花了600万元 两个多月的时间 2000多块GPU芯片 就能达到美国花几万块芯片 几十亿美元啊 训练出来的这个ChatGPT OpenAI的这些水平 所以说这个报道非常的劲爆 那假如我现在用Germini 2.0 因为它可以联网去搜索嘛 所以说呢我可以打开联网功能啊 然后呢我可以问他一下啊 请介绍一下Deep Seek V3 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信息 那么首先呢 它是用混合专家模型的做出来的啊 拥有这么多参数啊 但是呢 嗯每个Token呢只激活了370亿个 呃另外的话呢 有多少的上下文的这个窗口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训练数据 Deep Seek V3 是在14.8万亿个Token上 进行了训练 注意每百万个Token 它的训练成本呢 是 哦不叫成本啊 是价格 0.48美元 这个也能说明啊 它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啊 下面有一些性能的比较 这我们待会再说 那么包括有一些排名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这个不是虚的啊 虽然你会发现这个报道呢 有一些这个非常标题党的成分在里边 比方九卧后猜女啊 600多万美元 但是这些数据都是真的 所以说呢 中国的确是花了很少的成本 很少的GPU 训练出来了一个高质量的这个模型啊 大约模型 而且是可以比肩ChatGPT 和我们说的一些 非常优秀的大模型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ChatBot的一个排行榜啊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呢 都是Germline系列的 到了后边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有这个ChatGPT4O 最新版出现 包括O1啊 下面呢还是Germline啊 然后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是 这是第几位啊 这个没续细数啊 因为这个其实 你不能看这个 这个具体排名 可以说它排在第九位啊 是Deep Seek V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它的排名的确是非常高啊 而国外的排行榜呢 水分还是很少的 当然有的人说 它可能会像 开付他们跑的那种模型 是专门做了一些跑分的这个 这个训练也有可能啊 但是目前来看呢 我们觉得这个分数呢 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下边呢 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首先呢 我们打开这个Deep Seek 就是Chat点 Deep Seek点 看啊 然后可以新建一个对话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底下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按钮啊 第一个呢 就是它有深度思考 就是它像O1一样 有一个自我验证和推理的能力 待会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能力 另外呢 它有联网的搜索能力 所以说这两个能力就代表着啊 它和目前的这个大预温模型的 基本上是可以持平的 下边就是说效果怎么样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常规的 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啊 他说我是Deep Seek V3 是由深度求索公司开发的智能助手啊 然后呢 我又问了一下 就是互联网对你的评价如何 你有哪些这个优点啊 我看了一下 这个非常的寡淡啊 这个毫无营养 就是非常套化啊 也非常官方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 下边呢 我们来做第一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 其实这个需求来源于我自己啊 我儿子呢 他比较喜欢恐怖故事啊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喜欢恐怖故事 但是他的确也太小啊 所以说呢 我给他讲恐怖故事的时候呢 我总觉得有压力啊 我不知道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就是我想让这个大元模型呢 给我设计一些这样的恐怖故事 就是过程很恐怖 但是结局却充满温馨的故事 就是说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结果又非常的好啊 所以说呢 他这有一些 这个思路在里头 你看一下啊 叫以深度思考 因为我在 我在生成这个故事的时候 开启了深度思考 那我们就直接看啊 这个故事是什么 首先的这个故事很简单啊 就月光下的神秘花园 是说有一个 叫小明的男孩啊 然后他的妈妈告诉他 不要去森林里边玩 因为里边有怪物啊 但是小明呢 还是去了 然后他发现了一个怪物啊 这个怪物叫露西 长着大大的眼睛 和长长的耳朵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会觉得他比较恐怖啊 但是呢 露西告诉小明 花园就要关闭啊 他要回到自己的世界 所以说 会给他一朵发光的花 然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温馨的友谊的故事 很老套啊 毫无新意 我觉得我拿这样的故事 跟儿子讲 估计他也没什么感觉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用Cloud 也做过一个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 Cloud的一个测试啊 说孩子喜欢听恐怖故事啊 我想几个故事梗概啊 既有恐怖的氛围 又充满同趣 那我们看几个啊 他说会害羞的影子 说小明呢 发现他的影子 总是偷偷躲起来 不愿跟着他 是因为影子害羞 所以说呢 小明通过和影子做游戏 让影子明白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然后呢 呃 变得自信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故事呢 比刚才 Deep Sick那个 其实是要高一个层次的 我觉得我 我可能更喜欢这个啊 另外呢 就是地下室的胆小鬼啊 这个主要是说 地下室有一个小精灵 怕黑 这个我觉得也就一般啊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 贪吃的书包怪 指的是呢 有一个小孩啊 他的书包里边呢 有一个小妖怪 然后半夜会发出声响 他会吃那个小孩的作业 那后来的小孩会发现是 他想让他不要那么晚去写作业啊 包括后边还会有 那么大家会发现啊 我觉得像贪吃的书包怪 这个水平就很高了 包括我在跟孩子讲的时候 他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呃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从这个程度上来讲 那个Deep Seek呢 他这种写故事的能力啊 其实和这个Cloud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 我们不管那个排名 我们就看我们直观的一个感受 呃 所以说呢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方面的Deep Seek 还需要努力一把啊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当然很简单了啊 就是我们来写一个贪吃蛇的游戏 这个我稍微增加了一些难度啊 是说我们这个贪吃蛇游戏里边 这个食物 就是吃那个东西 它是既有红色的 也有绿色的 你注意红色的是有毒的 所以说呢 吃了就怎么着啊 吃了就这个game over了啊 但是绿色食物是可以正常吃的 然后他也有深度思考啊 就是怎么去写 他写了一个啊 但是他写的这个是分开写的 写了HTML 然后呢 又写了一个GS啊 没法测啊 所以说呢 我就让他写成一个文件 他就写成一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Deepseek和这个Cloud是一样的啊 它是可以直接运行这种前端程序的 我们可以直接跑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点这个开始游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贪吃蛇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第一步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就是当我吃掉那个红色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到现在不能吃的 但是我吃还是不吃啊 所以说他本身存在bug对吧 那么看一下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吃掉的 那game over 那这个游戏咋 继续呢 当然他要是绿色的这个没问题啊 我这个键盘不太好控制啊 大家可以看到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会发现啊 他是有bug的 然后呢 我又告诉他啊 我说这个出现红色食物的时候呢 需要同时出现一个绿色食物 要不然 我吃了那个红的啊 我游戏怎么进行下去呢 他也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就改进了一下 但是他又犯了老毛病 他又把它分开写了啊 所以说呢 我又强调说你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边吧 方便我去调试 然后他又把它传到一个里边 然后呢 就看到我们现在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 开始游戏 现在呢 他既会有一个红色的啊 也会有绿色的是吧 这个相对来说呢 就会好一些啊 那这是我们对于 他写代码能力的一个测试啊 大家会发现 他这个代码能力是有的 但是呢 需要我不断的去校正它 而且它可以前端运行 所以很多的达马性也比较像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cloud 那在cloud里边呢 我同样啊 告诉他就是 请用htmr和js 写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 有红色食物和绿色食物 红色食物是有毒的 吃了就game over了 提示词完全一样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生成的这个 这个速度比较快啊 不对 不太好玩 感觉一下就行了 对于我这个手传党来讲 可能是不太容易玩的啊 大家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 他基本上是 不用去校正的啊 就是满足这个 基本的使用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 就是从代码能力来讲呢 这个DeepSig v3呢 还比不上cloud啊 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 都能够非常好的来说明这个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不一样的测试啊 我们做一个什么测试呢 你看一下 不假如说啊 你是西游记里边的孙悟空 在三大白路经之后呢 你被师傅赶走了 然后你到了花果山 当天晚上呢 你写了一篇日记 那如果你是孙悟空 你这篇日记该怎么写啊 那我们还是DeepSig v3 写出来的这个日记 今日我被师傅赶出了师门 心情复杂至极 夜深人静 月光洒在花果山上 淫灰遍地 看到这儿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这像孙悟空说的吗 嗯 就不像啊 然后回想起白天的情景 师傅误解了我的好意 我觉得这个行文和风格都不像啊 所以说呢 我就告他 我说你觉得这个语言像孙悟空啊 他又深度思考了一下 然后呢 又来了一遍 说今日啊 我被师傅逐出师门 心中我未杂陈 这个 还是 不太像 不伦不类啊 只能说 他有这个 一些基础的知识啊 但是他 有些语言 可能也像啊像 安老孙 但是总体的感觉 不大对劲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Cloud的日记 提示词完全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说假生年7月15 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啊 可能三大白骨精那天 是不是假生年7月15 我不知道啊 说今夜多多 花花山水帘洞中啊 心热如马 自从大闹天空以来 还未曾这般心绪烦乱 那白骨精分明是个妖怪 变化三次害我师弟 我一心为师傅 为师弟着想 怎料却换来这般结果 师傅平日说我性极暴躁 可这一次我明明看的真切 那白骨精搬成小姑娘 老婆婆老公公 我火眼尽心 岂能认错 可师傅他偏偏不信我 反倒说我一路杀生 心存歹意 然后你看这句啊 当年在菩提祖师处学艺时啊 师傅教我明辨是非 如今我分辨的清妖魔鬼怪 却没说成是妄加杀害 这怎叫我如何服气啊 然后 他下面还有一些啊 说罢了罢了啊 今晚且歇息 明日在座打算 这个行文呢 可能不太像西游记里边的 那个电视剧里边 那个宋宫的那个说法 但是和 呃 西游记是很像的 就是原著的西游记是很像的 呃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 他的深度就更多一些 比方说 他会说到白骨精变成了 小姑娘老婆婆和老公公 另外的话呢 就是提到了当年 菩提祖师学艺 这种前后的连贯和知识的 这种运用啊 明显的比这个 Deep Seek V3呢 也是要好很多的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在 抒情啊 他说了一些事实 但是呢 这种具体知识的应用呢 可能并没有 这个cloud说的这么详细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方面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逻辑的推理题啊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啊 我们看一下 1 11 21 1221 111 21 下一个数字是什么 呃 那首先我们说一下 这个思路是什么啊 就是后边是来解释前边 这是一个1啊 所以说这是 1 这个是两个1 所以说这是 21 呃 那这个呢 是一个2 一个1 所以说是1221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1 然后 一个2 两个1啊 所以说下一个 该是什么 那你就应该知道啊 他应该是 3 1 呃 2 2 1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那他这个推理呢 也非常的准确 看一下 就是说 是从后一个用来描述前一个嘛 他说的也非常准啊 我觉得这个逻辑推理题 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又问了一个 大家经常会说的那个 什么3.10和3.9 哪个大 这个对于很多的大模型 可能都会出问题 包括 这么奶 都会出问题啊 但是 呃 需要有一些自证能力 和自我的这个推理能力 就可以解决这个 那么 他这呢 有一些 这个推理的东西啊 我们不用去细看 我们就看这一句就行 因为很多模型会认为 3.10比3.9要大啊 你看 他这也就说 不过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我再用另一种方法去验证一下 比方说 我把它转成分数啊 3.9等于39除以10 而3.10等于31除以10啊 相比较39除以10和31除以10 他当然就是这个更大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就非常明确的能杜绝 我们说误判的这种情况 但是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问一下 这么奶啊 他原来有这错误啊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吗 可能新版的没了啊 我们试一下 你看一下啊 老问题依然存在 3.10比3.9大啊 这已经是2.0模型了啊 他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掉 所以说呢 每个模型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啊 这个大家尽量的包容一点啊 另外呢 我们再做一个什么呢 我们做一个提示词的啊 这个呢 是我做了一个加强的 那个会员的提示词系统啊 这个提示词系统就是说 我可以给一些关键词和一张图片 让他构建一个这个完整的提示词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写的这个提示词系统啊 在有一个视频里边 我们会单独的去讲啊 假如说我要是用Deepseek v3 让他来做的话 他会生成一个提示词 那我给他的关键词是 月夜下的汉服女孩 然后呢 他会给我一段提示词啊 就是这个 同样的 我让那个Cloud呢 也来生成了一段提示词 他也生成了这个汉服女孩的一个提示词 当然他一开始给的特别多啊 所以说呢 我就让他限定在了100个单词以内 然后生成了最终的提示词 然后我把这两个提示词啊 分别给这个会员 让他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我们看最终结果 大家注意啊 上面这个呢 是那个就是那个Deepseek v3生成的 下面这个呢 是这个Cloud的生成的 那我们先看这两个动画 这样我们把它放平啊 大家 Cloud的这个的话呢 其实他的元素还是相对的单一一些啊 就是一个女孩 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 也有点缺乏美感啊 而且这个特别像在舞台上面 他的元素仅仅有这个花啊 有这么一个装饰物 而你看这个 那这个呢 其实从美感上来看的话呢 月亮 竹子 然后后边的亭台 然后水啊 这个汉服女孩穿的这个服饰 他整个的动作都是比较优雅的 那么所以说呢 在同样的提示词下边 我们觉得可能Deepseek v3更容易理解这种 叫中国的美啊 中国古典意义上的美 呃 所以说呢 在处理本土化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Deepseek v3呢 还是更有优势的啊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测试 我并不是为了说明Deepseek v3 它更优秀 或者是这个更差啊 我们只是说呃 那么各个模型有自己的特点 那国产大模型呢 在算力有限啊 各个这个不利情况下 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 我觉得是呃 我们需要去感到高兴的 是吧 呃 所以说呢 大家今后尽量的去更多的关注一下 Deepseek v3 呃 去更多的使用它 使用好之后呢 呃 尽量的要给反馈啊 因为呢 你的反馈其实是让它成长的更好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